从声音到实践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那我们从声音到实践 好这次不咔了不咔了 对我们这次一样来到了就是南投的红陵藤夜社 那我们一样拜访到就是他的他的那个网路的艺名叫做五田次郎 对五田次郎的高伦宏老师 我们记错没有耶高伦宏老师 对那上一次我们聊到老师就是接触到藤业 就是从念设计学院然后接触到藤业 然后再一路就是学习的这个过程 那其实刚刚在聊的时候发现老师这边有三件宝物 第一件宝物就是我们刚刚屁股 我们屁股上面做的这两把超过加起来超过一百年的椅子 对 然后呢第二件宝物是什么呢 这件是 这是这支寄宝的桌子 寄宝的桌子 这是用寄宝做的 寄宝是什么 寄宝就是我们寄宝的那个有的巨片 嗯 巨片 像我们这里有看到巨尺状有的 它是把它抹掉 对 巨尺状 它是巨尺状然后又要抹掉它 它是把它抹掉 因为这个就是它的抗材较好了 所以阿公现在就是把他抹掉 抹掉 抹掉 沾不得了 嗯 像我们在铁铁铁的时候 多余的薄影就用这个给它修掉 对 因为这支也用很久的了 然后就继承他的东西 就把他拿回来收拾了 对 等下 一样都是这种刀片 为什么一定要拿阿公的呢 因为我们寄宝有他的东西 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就拿这个东西 然后拿的一样都会有这个手感 这个温度感觉就是 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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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手伏 对 还有我们在手伏 像说他有说手作的温度 你一拿到他说 这个东西就很适合到 还我们手伏就拿在这个图片好了 所以阿公他又拿刮不做 还我们帮他学习 所以这支东西我就帮他拿回来收拾 就传承阿公的技术 然后在做的时候就会想到阿公的灵魂 对啊 真的很特别耶 而且它旁边这个板是尖尖的 然后它就把它磨平对不对 对对对 它其实是用这个尖尖的去镀吗 没有用这个单刃的刀面 我们现在磨起来它有时候 它算是一个单刃的刀面 所以我们在切顶部 就是靠这个刀面 就是我们在编织的时候 会多的那个线把它剪掉 对对 还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做 旁边有某某柄啊 就会靠这个来把它收到 哦 这就是这支的作用 这是第二样 第二样保物 然后第一样保物的那个椅子 其实它也是有点故 但等一下 我要讲讲第三样保物 第三样保物是什么呢 我们看起来觉得不太明显 但是它中间有一个耐火的 有一个凹凹凹凹的 有有看到的 有有有 这就是说我们的沉衣 沉衣是说我们的沉顶 沉顶部的过程 因为我们 蒸到我沉不去面 所以那个沉顶部的走不过 就要靠这支去把它弄开 然后它里面有做一个凹槽 像一个耐火这样有没有 它现在沉顶后沉顶部 就会顺着这个水 走过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沉顶部抹起来 对 所以这支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超过50年以上的保物 对对对 哇很厉害 就是在工作的那个气 形式这样 对 然后椅子的部分 我们上次有讲到椅子的特殊用法 没有你只是说它其实是有特殊功用 但是你没有跟我说它是怎么做的 对不对 它的功用是什么 其实它的衣啊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虽然超过50岁 可是一般来讲 我们不会坐这么矮的椅子 而且我们也不会觉得 我们虽然说做起来很舒服 但是不会觉得说 坐这些是要做什么 对不对 对对对 它坐这些是要 就像我们现在 丁丘做好之后 像是我们 市民都要旁边的回叉 对 旁边的回叉的过程 就是我们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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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坐的过程 腰也能够在 對,就很厲害,都是阿公的智慧 對,好喔,那其實除了這些之外呢 那個高老師他還非常堅持使用某個鋸藤條的東西的刀子 對,那老師要不要秀一下那個很厲害的藤條的刀子 這是日本的雞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他的雞很細細 對,然後這是以前我讀大學的時候 看我們木工老師去抓的 然後他帶來的時候,他一次他帶三雞 一雞是雙人的,一雞是在切碟的,一雞是在切碗的 然後我看到我就說,這雞怎麼做到這麼漂亮 對,然後我就想說,以後我有機會,我也想要來買一雞來用 然後就有一次他去日本切桌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個,可能這個雞的,你知道嗎 對,所以我就隨便買回來 而且他不是買一雞,他買很多雞 都掛在他家裡的白天上面 對,對,對 不過這就是說,像說他比較細 我們手工在做,就是還符合我們的手勢 我剛才在做的時候,他們在記的時候 那個錠的斷面很白,很漂亮 所以我就這樣,很堅持 對,對,因為我有發現老師這邊 每一個點的那個斷面都非常的平整 所以都是用這一把剪,這一把刀子 這一把鋸子 這一把鋸子鋸出來的 對,然後老師你剛剛漏掉一點 你當學生的時候,你們那時候使用的鋸子 跟那時候老師說這個鋸子的價錢 那時候,那時候的錢差不多 是比較沒有到,適合台幣比較沒有到一千 對啊,但是現在日本買的是 那時候買換算成台幣差不多一千六、一千七 但是最近,這兩年日幣有減少 所以,如果有漏掉的話,我可能就買整支了 是喔,而且你剛剛是提到說 你那時候當學生的時候 那個學生的刀子一把才五十塊 就是,一般五千人都說 折鐵打尾的鋸子,那錢是五十塊而已 但是那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它切起來的斷面是比較沒那麼油 比較沒那麼漂亮這樣 喔,對 而且你看它的刀子就是真的是很 你看,這樣就很清楚了 對,對,對 就很鋸齒狀 所以其實刀子 所以你們的那個藤條就會比較的平整 對,對,對 對啊,對,還有一項最後的堅持 也不是最後啦,就是他們基本 最近的基本的堅持 就是聽說你們做這個啊 你們阿嬤做這個做的會完結 因為這個鏡子 這個鏡子在平衡的時候 你一定要讓它上下左右都要對稱 我們這個東西平衡起來會漂亮 對,再來就是說我們在散 所以說它其實這個就有點像是 我們在作畫的那個畫框的一個概念對不對 它就是鏡子 對,如果是平面的話 就是靠在這個鏡子的骨架 就是靠背就是靠這裡這樣 這樣穿來穿去 對,如果說 假設說靠管這裡 20架 靠管21架 這樣就沒有對稱了嘛 它就會是斜面 對,這樣就沒有漂亮了 就有可能這裡是一間一間的 這可能就是多一間 這樣聽就不好看了 所以這也是我們經常會做到買了 發現對稱不起來 啊,聽到 哦 從來 是 哇,那真的很花時間耶 欸,老師這個序序 是不是就是可以用那個刀子剪下來 還是說它這樣已經結束了 沒有,它是收尾 我是把它放在裡面 我都會把它做一個記號 不然一間大鏡,20幾斤 所以我都會把它削好買 對,對,如果要斜去之前 我都會把它削掉 所以要弄上去的時候才會 對 好 欸,剛剛那個可以講嗎? 那不算是秘密嗎? 對啊,你說 哈哈 就變到那個 OK,好 好哦 對,然後我們剛剛就是補了很多老師 在做教子的一些秘訣 還有就是阿公的寶藏之後 阿公的那個寶藏 對,阿公的寶藏寶物之後呢 就是要請老師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老師做了教子跟神仙 其實有一些關係嘛 對 然後其實我們在做就是跟廟 或者是跟神仙有關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不可以亂做 嗯 對,那老師好像在這邊 有遇到很多很神奇的事情 對 嗯,然後請老師分享幾則 有一張 有一張教是很舒服啦 就是我 晚上這樣在睡的時候我閉望 我閉望到 閉望有做要來運動 要站在門口 嗯 我從那邊趕快去打開門 我又說 啊,有座在那裡 然後有座就這樣 我問到那裡有座就走進去 那他在夢境他就去賣 看一看他就說 你做的教我有教他 嗯 那我就在夢中 我的潛意識 拿著名片給他 哈哈 你這樣就不做了 那我也有座就說 啊,這我的名片 有我的地址 嗯 那有座就告訴我 我知道你們老你們的歡樂 嗯 然後就夢我就穿了 嗯 那一天很早的 那天再去差不多7點 嗯 就有一個女兒的角度給我 嗯 他就說 欸,你竟然有影響 我想要來你們那裡看球 我說好啊,可以啊 啊,結果就 再去這點比較好 一直到阿波五點都沒來 怎麼會這樣 對,我想說 欸,怎麼沒來啦 是不是不要來啊 嗯 結果要接近6點以來 嗯 以來他跟我說 抱歉,我為澎湖的吉倍 哈哈 澎湖吉倍 澎湖去馬公 嗯 然後再去馬公機場 獲得有機會 嗯 跟阿波 然後來台中 這裡等他們朋友下班 然後再帶他來 是 然後我就說 喔,這樣喔,這樣 我有辛苦,先坐,先坐 然後就開始開港了 是 啊,他就跟我說 啊,我會 我們那個姓名 他說那個球要怎麼做 做什麼 出場的啦 然後他就說一件東西 他就跟我說 啊,這個球 要做怎麼樣 裡面要做什麼 形態 我也說可以 這個我都要做 我都要幫你做 啊,最後我就想說 我就跟他問說 因為我們的廟 我們是當球 不管是刺繡 或是當球的狂 我們一般就是會 客狂名 或是姓名的名 對對對 我就說,你剛才要做什麼名 他看他要做館名 有做 我就想說 嗯,燒烤 啊,怎麼會跟他 跟他一起走 然後我就跟他問說 那他沒說 我就說 啊,我剛才 一般我剛才 心灸頭前 在問 我是做兩條 火爐 嗯 突如 我說 啊,你館名 有做 啊,你 還是頭前 要做 一堆 那一堆 潛材 龍路 騎到頭前 他說 啊,我沒有說 你怎麼會知道 啊 然後我就想說 嗯 我早上做夢就是這樣 我跟他講 你又說對 嗯 對啊,不然他就說 他就說 他是由他 吉佩來的 館名廟 啊 啊,怎麼這麼巧合 對啊,就開始製作了 然後有另外一堂 也很趣 對我們新章這方面 新竹 對,新竹 他在做的時候 因為他們公主 對新娘的新竹 大小堂他比較不了解 然後我就說 我剛才有一天有事 要去北部 我說 不然我 去不然之後 我順路 我來林家 他就說 好 嗯 拔下去 然後就給他 拿一些 雙片 尺寸給他 介紹後 有一些 很詳細的細節 要跟他討論 嗯 然後 那個女生 那個公主 嗯 她就 說 她跟我們討論到 後來就 瞬間 差不多五分鐘 都沒有說話 嗯 對,我想說 嗯,她是 發生了什麼事 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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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是 本來有做 上身啊 嗯 正月心啊 嗯 然後就 鄉鄉公威 我都怕 哪個 剛才剛才說的 那個人的聲音 不一樣 不一樣 然後那個 那個 公威 那個感覺 有沒有 聲音 感覺 對,跟那些 跟那些 速度 都不一樣 嗯 然後她就跟我說 我跟你說 我想要什麼東西 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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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個人的信念 直接來跟你說 因為那個信念要做 所以 信念直接跟你說 他要做什麼東西 直接來跟我們說 哇 所以你就照著那個夢裡 還有就是跟雇主 就是溝通之後的那樣子 然後去做那個聖教 對對對 哇 對啊 也有一個 故事也很特別 真的喔 我在想說 我想說 我有一張教 那張教 我想說 我會把我的身體訂起來 嗯 因為我們去連鎖設計 設計師 我們想說 我們要設計的 比較不一樣 嗯 心裡會這樣想 嗯 那張教 我就是外觀都訂好 嗯 內裝我還沒開始訂 嗯 因為我還在想 嗯 結果 就開始連鎖 民望三天 嗯 一樣的夢境 嗯 有一個 皮膚跟黑的阿伯 皮膚跟黑的阿伯 什麼人是皮膚 皮膚跟黑的阿伯 嗯 他就進來喔 那我進來之後 他就來給我看見 嗯 他就看見 他就說 欸 年輕的 你這裡面怎麼沒有這樣 給我做一張一張 嗯 偶爾說 沒有耶 這張 這張沒有人訂 所以我裡面 還沒設計 嗯 對 就連鎖三天 夢一樣 嗯 對 就是那個阿伯一直跟你說 為什麼裡面沒有一張一張 對對 然後第四天才起 阿伯很生氣喔 對 第四天才起 他就有兩個人來 嗯 然後他就說 他們是 摸摸宮 他就說 他就去拍他就說 欸 我們神明指定說 叫我們來給你們看球 嗯 我說好啊來啦 嗯 結果他們來看到球的第一句 他就說 啊你裡面怎麼沒做一張一張 嗯 對 我心裡想說 啊 啊 敢有這麼巧的啦 怎麼這麼巧的啦 因為那個阿伯快要 快要生氣了 就想說 你怎麼還不做 對 阿伯我就跟他說 因為這張球也沒有人訂啦 所以 我裡面那時候 我沒有說 要怎麼做 嗯 他就說 啊你就做這樣 這樣 大概一盞 兩盞 三盞 然後我想說 嗯 我們跟夢境 那個阿伯說的 都一樣 嗯 阿伯就說 他要做啦 他說 要先把我錄影 那我就把他錄影 我就寫了 我說 你 那時候那個 宮堅要 放棄什麼 這樣啦 嗯 那他就說 你宮堅 把我做 包覆潛水 包覆潛水 就是包公 就是那個 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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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總是跟那個 宮主說 我告訴你 其實 臉 臉 臉 三天 都說一樣 所以 你一人要講的 第一句 我就嚇到 哦 對 那真的 就是做神教 就是跟神相關的事情的 其實也不算是神職者 而是說 服務神的這些行業的人 是真的不可以亂做 嗯 就像說 我們在 我們在做的過程 我們也是會經濟 就是說 開工 開薄的動作 就是變成說 我們 我們不管我們 不管我們要 手要穿 穿過 穿用穿過 然後我們的 教師 我們的 騎子 我們的鼻子 我們的手 我們都要穿過 還要把我們的 燈 燈到 我們都穿過 然後才開始 還擔心 開始要製造 嗯 對 所以其實還是有它 一定的儀式性 要進化手 然後進化所有的儀器 對對對 因為 我們不必要 我們要上廁所 我們也要去外面 甚至說 我們可能去參加 人的 告別是甚麼 這對我們的 宗教來說 我們覺得 有接觸 還是不乾淨的事 所以我們也要 煎過 我們比較適用的 就是用 煎香粉 這樣煎過 所以我們的工作的東西 我們的工具 就是 每人都要煎過 對 畢竟還是神的東西 我們還是要保持 就是一個乾淨的狀態 就是一個 也不是乾淨 我覺得有時候 這些儀式 其實是讓我們做事的人 靜下來 就是讓我們好像是 因為我們在外面 做做的事 有時候會覺得 很煩耶 對對對 有時候就是這樣的儀式性 有沒有點個香 什麼的那個儀式性 其實是會讓我們平靜下來 然後好好的把我們的工作做好 對對對 像我 很努力的時候 我也是說 活用心靈 風香料 我也是要 搶我們 咬它的香 那個味道咬的 現在炒了之後 我們覺得 這整個環境空間 就有一種 很熟悉的味道 我們也是 心靈 平的 那個香 我們感覺說 這樣心情比較靜得下來 對 我們開始在做 我們也比較不會說 那個雜潤那一堆 就是我們想很多東西 就是都 全心靜 然後開始在做糾 對 對 老師 我剛忘了問那個 就是您剛剛是說 你的叫有分外裝跟內裝 對不對 那您說的那個疼 其實就是我們 扛在肩膀上的 扛在肩膀上是比較粗的 就是我們兩個人在扛 像那個 太初有勉強 像那個 因為 轎子它其實是一二三 就四個面 對 那它有分 比如說有全蓋 或是半蓋的嗎 一般我們比較接近的就是 像 其實文教做的樣子 樣子差不多了 但是就是各個地方的解釋不一樣 他們有的人 他們會說 我們就 王爺 十五神明要做的 我們雕也是一樣做的 那它上面就是 又做一些刺繡 還在那裡 就是有屋頂的是文教 對對對 然後 像白沙豚 像 大甲阿嬤 衝的那一種 然後它是整頂的 像我們在大雕 它四面 雖然是頂級也有編織 但是它的外面 它還會用刺繡 把它包起來 嗯 對 之前我問一個 比較老婆 在大雕 我問一個老婆 一直告訴我 為什麼整頂級要包起來 嗯 因為就是說 因為媽祖婆 他沒嫁人 在古早 古早的女孩子 就是你如果沒結婚 你不能這樣 拋土露面 對 所以這頂級 因為我們旁邊 這也都有窗戶 對 所以它又用刺繡把它包起來 就是這個意思 嗯嗯 對 那文教跟武教的差異是屋頂嗎 對 屋頂這樣 屋頂就是 如果有屋頂就是文教 沒有屋頂就是武教 對 屋教就是說有像 一般我們看 比較接看就是 平台教 嗯 那一種的大部分會 做比較大尊的心靈 嗯 像說做兩串 三串的大尊的心靈 因為它比較沒有高度限制 它就做那個這樣 你看我們 比較傳統的 就它比較小尊的 譬如說 秋三心靈 嗯 有的是極限 大部分文教極限 都只會做到一尺六 嗯 對 那就是會分大尺天 有的是說 十部神 十部神 嗯 但是現在的人 就比較不會那麼 有的 也是看他們咬什麼叫啦 就是 雖然說它有屋頂 關起來是文叫 但是它被人更 它更起來 也是搭 母橋的腳步 也是這樣有 對 也是看個人的喜歡 對 哦 那像這樣子的話 它 就是外面的 外面的狀況 那它的內裝呢 內裝 比如說你剛剛有提到內裝 它 比如說一層兩層 比如說 它內裝裡面也是要幫它做椅子 或者是幫它做什麼塔 承板 承板 都要哦 對對對 裡面就是說 像這也是分地區的區分 嗯 以前的 裡面裡面是做一個平面 是一個平台 嗯 身面還有就是三尊 嗯 來 坐三尊 摸一條紅色啊 嗯 安全帶的概念 對 就是在超跑上面安全帶 對 這就是最原本的做法 嗯 再來就是說 有的人 他說 他沒有需要坐那樣坐椅子 嗯 他來又做一個目自行 嗯 對 有的是說 我就 像我之前做了一間 要去南部的 嗯 他裡面就是 他有跟我說 他說 他那時候三串摸的 軟身的麻糟 嗯 所以我們裡面就要 規劃一個空間 嗯 他讓他這麼大 三串摸的可以坐在裡面 嗯 對 就是 客人的 他們的 神明的 數量 尺寸 我們可以決定說 我們裡面要怎麼做 還要跟他 介紹後 讓他了解 嗯 對 老師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您剛剛有提到軟身 就是暖身的 暖身的那個神像 還有另外一種是做固定型態的 對 那其實 一般我們做教子的神像 是暖身比較多 還是固定神像比較多呢 一般我們如果做 因為固定的好像他還有分 有沒有椅子跟沒有椅子 對對對 一般我們是說 這個叫 宰鵝 宰鵝 宰鵝就是 有的太大部分 坐不去 或者說 要像那個 我們 安平 我們安平 我們說 在村民很得宰的 因為那種 教堂 跟神教是把它分解 嗯 那一頓 馬祖寶 據說 那一頓是他 真成功的時代 做回來的一頓 那一頓 那一頓軟身的 很大頓 那一頓我請來 教堂坐好 拔好 一頓教才把它 放進去 就是不是像我們正常 教堂 教堂好 那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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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少人 這樣做 所以也會建設到 教大小頓 神明大小頓 這樣 他適不適合 坐進去 哦 對 那一般 轎子的話 裡面是會幫 神像坐椅子嗎 一般是都不改 對 因為像我們如果 買汽車 對不起 我現在想說 如果我們買汽車的話 就會看裡面的 座位舒服啊 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 所以轎子也會是這種概念嗎 還是椅子要 就是 我們自己準備好 給神明 坐在轎子裡 大部分的神明是 是不再坐椅子 就是在轎子裡 其實 他就沒有椅子 對 有的是他 他覺得說 這尊頭 八尊八 他覺得比較小尊 所以他還買一個 貼椅 或是貼座 他還貼管 還請神明 可以讓他覺得 比較大尊 那是有這個 也有人說 像我們都客製好 所以我們才會跟客人說 他們這個神明要坐 他們要坐多大尊 所以他要先讓我們尺寸 我現在就把他留 他要留他的空間 留給他這樣 對 就是這樣 也有 像之前我帶了一張窗去屁股 他們那 媽祖國很小尊 他們還要去買一個 涼藝 疼藝 也要坐 那時候這麼多的窗 裡面 就是讓他更高 有點就是 真的就是像移動式的公廟 那個概念 對 哇 其實我們平常是看老爺 看牙老爺 看那個交培境 都不會想到說 就是轎子頂多 就是看說 好漂亮喔 然後上面的花紋 可是沒有想到說 教子有這麼多的學問 跟這麼多的故事 對啊 對啊 你也是接觸這個 開始了解了嗎 嗯 應該說 我小時候都在城隍廟 都來幫忙 這樣 就是說 這紀念是 我們的 從小到大 一個興趣 都在廟裡幫忙 然後我們 讀相關科系 開始做教 把我們的 興趣跟所學 都來融合在一起 當然有的東西 不是說 我們一定會好 有的東西 也是靠經驗 就是靠空 哪個哪個 對 每一個教廟來 他跟我們說 他需要什麼東西 所以我每次叫做 我都會跟人家說 沒關係 你叫回去 有什麼問題 你要告訴我 不管好 不要 你都告訴我 這樣我有一個進步的空間 真的 其實 行行出狀元 然後 做教子裡面 真的其實有很多 我們不知道的那個學問 跟小 小tip 對不對 就像這個框架一樣 對啊 好 那我們今天真的非常謝謝 高倫宏老師 就是來節目跟我們聊 就是神教裡面的這些 小秘密跟大秘密 那我們下一集 其實也要找老師聊一下 就是關於這樣傳統的記憶 老師 因為老師是學設計出身的 然後他接觸了 然後小時候又在廟口長大 然後現在接觸了 又回來 回來接觸到這樣的傳統記憶的時候 他對於這項 記憶的一些個人的看法 還有就是對於未來創新的一些想法 好嗎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跟收聽 那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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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